台湾区的南北高速公路 全长有373公里 其中8线车道有17公里 6车道的有18公里 其余的是4线车道 整个道路的设计 可以适应本省今后20年中的交通成长 主要的工程设计 是由国内的顾问工程公司负责 路线设计是根据美国标准 平原区的设计时速为120公里 山区时速为100公里 设计最大坡度平原区为3% 山区为5% 最小曲率半径为600公尺 这项经过多丘陵地形和平原的高水准道路 经过本处工程人员的多次测量 与民国60年8月中旬开始展开了施工 全部挖田土数量 共9600万立方公尺 是增稳水库的10倍 横贯公路的16倍 施工所使用的卡车 是12吨的载重车型 全球的1个人 最后是增加车型 这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也不如是增加车型 是增加车型 大约的车型 是增加车型